大家似乎把所有的希望寄贪在疫苗那裡 我都同意的 我都認為疫苗的有效運用 是控制我們全球疫情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但我們同時同意有很多專家的看法 政府最快下個月為市民接種新冠疫苗 食衛局前局長高偉文出席民建聯主席 立法會議員李維琼主持的網上節目時表示 防疫措施不可鬆懈 要準備不同的方案以達至清零的目標 例如對內推行全民檢測 對外要加強邊境防疫 反覆對我們社會民生的影響也是太大 還有對我們的衛生體系的壓力也很大 所以很希望政府採取一些 跟疫苗同步去考慮一些比較徹底的方法 包括用一個全民檢測的方法去幫助我們內部清理 如果要準備全民檢測也要幾個星期的時間做得來 到時如果疫情真的穩定 也沒有什麼人有興趣去接種 所以我建議很簡單 一個兩手準備 就說我們其實應該現在 一方面是去積極 去籌操疫苗接種計劃 但另一方面 最好也都預備了 就是說如果萬一第四波落不到來 或者第五波會再來 到時疫苗又未產生效 那時候 最好有一個已經準備好的預案 就是做一個全民清零 配合以外房的輸入那裡要做得更容易 到時 某個比例的市民已經接種了 某個比例的市民已經有了一個群體免疫 這個我們要定一個標準 究竟達到五成還是六成 然後我覺得就可以去到說 我們不需要一個口罩令 之後都應該有一個新常態 所謂沒有疫情的時候 你應該那個保護措施應該是最低是什麼